哈喽大家好,我是顾爱秀三 这个视频咱们进行涨停复盘 那么向中原海发,神州数码,超华科技,启明信息,北矿科技 做出技术点评,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咱们分析的一个视角的话 首先从涨停分析四要素的一个角度 那么例如涨停时间,风板力度,冲突时报开板和涨停位置 这是涨停分析四要素的一个视角来进行分析 再者从传统技术的角度来讲 例如像开线均线量能MICD筹码的维度来进行点评 只作为技术巩固,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今天是2021年的7月3号周六 那么我们只要输入,像在通达性行情软件当中 输入昨日手板的手字母 好,昨日手板的手字母 那么会发现了有个昨日手板风格 点击,就能够把昨日手板的个股全部打开 全部掉出,掉出过之后呢,撇开 ST的个股价的总共就24家 这24家当中呢,我们只需要快速的进行梳理 那么做出一个精选 咱们呢,只是以这些个股为例 列出向中原海发 中原海发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个股的一个表达 从短周期来讲,一块七毛七涨到四块零二 相信呢,对于很多股友来讲 他也是一个,哎 近期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上涨 然后呢,平台再度突破 那么会不会有恐高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讲到中原海发 他不得不提中原海控 因为中原海控的话呢 他是该方向的,像周期方向 该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绝对 绝对趋势龙头,行业龙头的视角来就看 而且呢,不断的给出新高 53 140度的排列 但是呢,对应的像中原海发 那么他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其实当前的做法呢 是非常非常值得推销 那么首先从涨停分析四要素的角度来讲 我们来看,涨停的时间是属于下午盘涨停,涨停开拔 这样呢,分摆的力度的话呢,一般 好,然后的话呢 最最核心的是他涨停的位置 这个涨停的位置呢 涨停的价格4块02 那么对于这一次国 他属于小平台突破 中期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他在前面 就是对于中原海发这一次个股 后面能不能走出一个主升的行情 取决于什么呢 前面在这样的节点 他是有一个在四元上下的位置 他是有一个成压区 就可以来作为长周期这样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的话呢 他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成压位 那么小周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有属于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突破 好 所以说像中原海发呢 他真真真正想要走强 在这位震荡当中 列出了持续走高 震荡回踩不破 把这样的一个平台给越过去 他有可能会迎来补障 或者迎来主升的一个可能性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好 然后我们在小周期 小周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他是一个平台突破 这个平台上 在三块三毛六附近 好 平台突破 突破之后呢 回踩确认 然后再走强 是一个趋势的加强的走法 对应的话呢 那么前面突破震荡 破了五军 不破十年军线 然后呢 再涨停进行反爆 而且是成功反爆 这是中原海发的一支表达 如果说我们用多维度来去看的话 从周开的一个视角 例如说像多维度 像越开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价格 他刚刚冒头冒头的话呢 量的MICD都比较配合 MICD上 零周上方 警察状态 周开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也是 好 前面呢 受到周开线 一百四十年军的压制 回落下来 反弹上去 反弹之后呢 突破回踩确认 再度走强 MICD零周上方 好 量能配合周开线 日开线的话呢 也是如此 他关键的属于 强势周期公正 这是中原海发的一个基础 比较大 所以说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防范的节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像涨停过之后 再往上冲高 防范呢 是剧情的冲演 就属于什么呢 你也说像这样的个股 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涨停突破 而后的话呢 再高开冲高 冲高过的 像这样的一个第二天呢 开盘之后呢 再冲高 冲高的话呢 没有继续连板偏离物均 那么面临短期调整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后面 如果说有这样的回次绿盘 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 观察的一个节点 那么用均线的角度 进行跟踪即可 五十三一百四十四 多数排列 那么呢 好 五军不破可持有 偏离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破可敌西 五军十三起上走 方向不改不换筹 好 这是中原海发的一个 技术跟踪视角 那么从开线的角度来讲呢 看的是位置 看的是强弱 就是从日内来讲的话呢 其实任何一根开线 我们来看 开线它所处在的位置不同 它分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内部 它只是分为当时 当下的一个强弱的关系 它不具备方向 不知道这一点 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就呢 例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内部 好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内部 中间的一根阳线 一根阴线 一根阳线 一根阴线 不管是十字星也好 还是说是小阳大阳 还是属于小阴大阴 它只具备当下强弱的一个表达 但是它是没有方向的 但是呢 当它突破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就有方向了 就是它的位置决定了 它分析的价值 正如一个人在单位 或者在企业 很多时候呢 你的就是发挥的作用 是岗位赋予的 好 而具体的话呢 这是就方向开线呢 也是如此 所以说呢 这是中原海发的一个技术跟踪 那么这个开线呢 看的是强弱和位置 而且所有的开线呢 以强弱为划分 然后呢 以位置来决定了 它分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 只是开线 均线的话呢 多多排列 好 对呢 MICD的话呢 临组上方 而且处于这样的一个强势周期公认 这是中原海发 然后再看哪里出码 出码的话呢 对呢 当前上方其实已经算了阶段性新高 它的获利比例99% 获利比例的话99.7% 基本上的话呢 上方是没有什么抛压盘的 下方呢 是属于上涨多风 续涨 好 这是中原海发的一个技术表达和跟踪视角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 像神州数码 好 神州数码 咱们同样用多个维度来进行点评 从开线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反包阳线 反包阳线的话呢 那么昨天是大英镑 高开低走 而且呢 居正 从高开低走的视角来讲 日内政府进行10% 今天的话呢 直接 而是周五的时间呢 直接是一个反包涨停 反包涨停的话呢 那么从军 这是从开线的角度来讲 开线的位置的话呢 它是一个突破之后的 挥彩圈 挥彩之后的话呢 又是一个强势反暴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从均线的视角呢 五十三一百四四 刚刚形成这样的独特排列 刚刚形成独特排列的话呢 那么咱们其实 近期复盘呢 会多次发现 如果经过一个急速的上涨 价格占上一百四十厘均 而五十三还没有上串 在这个情况下呢 往往会出现一次冲高回落的剧情 有的呢 回落下来之后呢 再二次进行 二次确认 二次加强 它有机会呢 继续走强 如果说呢 回落下来之后呢 就宴席西鼓了 就是呢没有一个强势反暴的一个 开线 没有强势反暴的剧情 那么它可能也要进入走弱了 这是神州数码的记者表达 那么从均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 好 出现在了多多排列 那么贴到五军 贴到十三均线 做一个经常点 或做一个这样的观察点 这是咱们一贯的一个方法的一个 一个视角 好 而且的话呢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的那趋势支撑 好 这是神州数码 那么对待这类各股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上方 看压力 压力看什么位置呢 它前面 这个节点 好 是有一个 例如说呢 在25元附近 它是有一个承压 然后呢 在前面这个节点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频繁的跳空缺口 好 就是呢 向上 它是有承压的 向下的话呢 我来看 从16块一毛九的位置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来看 用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 关于朝底的技术 三个特征 三个层次的一个分析视角 前面下一个底背离 底背离的话呢 对呢 它只代表的是空方力量衰竭 它想要上涨 还需要什么呢 想要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上涨 需要有量能的提振 就是空方力量衰竭的同时 空方力量不断增强 它才能上涨上去 好 然后的话呢 这是一个底背离之后呢 它是反弹 但是呢 反弹比较弱 因为没有量 没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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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也没创新低 这是一个平台的组件 好 就是呢 对应呢 咱们前面讲底背离 只代表空方力量衰竭 如果说量能突破呢 代表的是多方力量在不断增强 如果平台突破的话呢 代表的是 挨进口空退克手 那么我们来看 好 底背离 勾住上的平台 量能突破 量能突破之后呢 那平台突破 这是灰彩 然后呢 这种墙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视角 那么当前的话呢 突破过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沿着均跃进跟踪即可 这是神州数码 好 咱们继续往下面去讲 好 用军舰的视角来进行看的话呢 当前 如果说能够后面沿着武军 向着爬升 武军不可持有 偏离武军可减持 实弹不可提起 武军实弹其上走 方向不改不换筹 好 那么对应的节点的话 如果说 同样的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 因为上方25元附近 它是有个沉压的 再向上的话呢 不进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有绿盘 或者贴着武军 贴着实力军舰 是可以去行潜伏 技术表达 从充码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 获利比定的百分之 好 百分之96.3 上方呢 从充码的角度来讲 它上方的套路数码并不重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从涨停的一个维度 今天是属于 就是它是属于 下午盘涨停 换手版 好 这是神州数码的一个技术 跟踪 然后我们再来看 像超华科技 超华科技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了 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首先 咱们也是要从 几个维度去看 第一个的话呢 像超华科技呢 它是属于 前面从十块八毛八的位置 说巧合 它是巧合 说不是巧合呢 它也有它的一个 倒扰在 那么呢 像阶段性的高点 就是连续的冲高 冲高 在冲高之后 盘中最高价 出现这样的叠字 像十块八毛八 它代表的是白白的意思 像咱们前面讲的 像33块三毛三呀 是三天散的意思 其实它对呢 有这样的谐音 是要防范的 咱们前面讲过 关于就是盘口密码系列的 大家呢 感兴趣的可以去加强回顾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当下 当下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是属于 前面呢 沿着144点均线进行整理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以涨停的方式呢 突破了144点均线 站上 而且呢 在上周 我们来看 这一根 开线的话呢 它是具有一定的 从位置上面来讲 它是突破了前面 这个位置的上影线的高点 突破了这个位置上影线 突破这个位置上影线 它是一个趋势加强的走法 趋势加强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那么 对应了 当前我们来看 五军 就是价格 站上了144点均线 但是五军和13点均线呢 还没有上转 如果说持续走强 那么它会推动 五十三上山 114点均线的剧情 但是呢 五十三没有上山之前 像这样的剧情呢 再进冲高 冲高之后呢 必然也会存在 一只回射的一个节点 那么对应的 像超华科技 我们再来看 它的一个涨停 时间比较早 好 涨停的是9点34分 就已经涨停 而且涨停之后呢 中途没有开摆 分摆的力度 还算比较不错 截止到收盘的话呢 还有12万8千 然后12万8千的 8千手的 这样的一个封盘 这样的一个封板的 一个数数 所以说呢 它的力度 封板的力度 涨停的时间 中途也没有开摆 MICD在零度上方 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是一 是有不小的概率 可能会进击二板的可能性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在这位置 震荡当中 就是如果说 冲高不能连摆的话呢 就要小心防范回射 但是回射下来 只要补破140年均线 那么五军十三 上穿上穿 贴到五军 它就是有观察点 充板的话呢 那么下方策划 比其中上方的套路 充板的话呢 也是相对比较小 好 这是超华科技的 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 跟踪 像启明信息 启明信息的一个技术 维度的话呢 它前面出现 它的涨停 涨停过之后呢 咱们当时的一个观察视角 也是如此 往上看 它前面在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小的 前高 这个位置有个小的压力 技术层面的一个层压 好 而且的话呢 这个涨停板 它实际上 它前面的位置还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的话呢 像这样的节点的话 对应的 向上 不建议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回落 这个铁武军 或者是不破140连均线 是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基点的 而且呢 对应的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趋势支撑的一个作用在 其实咱们在 它这一天涨停的时间呢 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点评 记得 好 前面呢 在这样的节点 它是一个小的平台的突破 突破的话呢 那么140连成压回落 一样穿三线 回踩不破 单阳不破的剧情 然后呢 再涨停确认 涨停 这是趋势加强 好 趋势加传的走法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也是下午盘 一根直线 直接拉涨停止 起名信息 那么结合 它的一个筹码来看的话呢 下方的筹码呢 也是比较集中 上方的话呢 在前高 它也是有成压的 那么这类个 我呢 结合它当前的量的 MSD的一个特征 来去看的话呢 就属于 如果说 依然给这样的一个 节奏式的一个 增大上的一个走法 就这样的回落 用低息的一个视角去跟 我觉得呢 是存在短线的 这样的机会点的 好 这是起名信息的 一个技术观察 好 均线的话呢 53 刚刚上上140年均线 那么呢 沿着均线进跟踪 即可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北矿科技 好 北矿科技的一个技术 表达的话呢 一阳穿三线 那么对应的 上方 它是有成压的 上方的成压点 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从更长的一个周期 来看的话呢 好 它是高点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下跌过程当中 对应的 那么靠近140年均线 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去看 因为下方呢 在140年均线下方 对应的 它是一个 获得充满密集区域 上方呢 还是有一些套牢盘在的 只好呢 这个 套牢盘的话 我们来看 冲高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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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冲高 上方的充满的明显的在减少 说明呢 有足够有一定的资金吸筹 就是有资金吸筹 那么呢 这一天呢 是一个资金移动的 好 这是北矿科技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涨停时间 早盘涨停 比较呢 涨停之后 一直呢 没有开摆 没有开摆的话呢 那么风摆的力度 还可以 好 这是北矿科技 就是说呢 还是用DC的机会 有朋友可能会关心 哎呀 我也想DC啊 有的时候 他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怎么办呢 两种办法 要么就放弃 就那交易不再勉强了 就那 如果说没有合适的 你不给我合适的机会 那么我就放弃这个机会 在股市当中 很多时候并不是机会太少 恰恰相反 机会太多 你想 每一个热点都要把握住 每一个个股都要把握住 每一种 每一天都想去 去交易 其实呢 最终的结局一定是 所有东西都想要 所有东西都得不到 一种就是属于呢 如果说 没有一个合适的买点 例如说呢 我什么都看好 结果呢 第二天大幅高开 高开个七八个点 六七个点 很尴尬 然后呢 眼睁睁的看着他就冲板了 如果说他不是 没有龙头的一个潜力 不是不龙头的角度来讲呢 就说错过就错过了 无所谓 如果是不龙头的逻辑的话呢 那么对用了 你只要控制好仓位 仓位比较轻 那么呢 赚一赚一把大的 亏的话呢 那么其实的 设置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果断 那是交易逻辑的不同 这个不要勉强 好 而且的话呢 对用的 就这种复盘 有的时候 为什么说是复盘多 就是不同的方向 多复盘几只呢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你复盘的 你看好的第二天都会给你合适的机会 不给你合适的机会 那么放弃 例如说高开太多放弃了 例如说直接是什么呢 直接是像有的个股市出现这种一字板涨停的 那么呢 肯定不给机会 今天涨停开板了 也没有必要去追 如果说呢 下好 高或者是高开不多 然而会设计下有资金接力 再走再翻红 或者说呢 还出现这样的一个 小幅的低开高走的 那么呢 他给你而且有资金接力结合结合增加的一个表达 有合适的机会就就参与 其实呢 用这种方法的就是呢 想要提高想要最大程度的提高胜率 那么就最大程度的去减少频率 你频率 频率越多 那么最终呢 对于很多股友来讲 如果说呢 方法不是特别成熟 交易的逻辑不是特别的清晰 那么呢 往往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行情好的时候呢 钻一点点 环境下的一些 营土小利 行情热的话呢 就是容易出现 连续性的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亏损 好 这是咱们今天复盘的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